台湾小胖落成飙唱 全美700万人喝彩 台版苏珊大婶小胖淋浴群爆红 昨天获邀上美国脱口秀节目 艾伦爱说笑录影 主持人问她为什么参加歌唱比赛节目 因为我之前看到Susan Boyle and Paul Potts 他们的表演 那让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勇气 能够站上那个舞台 因为我明白 我明白你已经被骗了 所以你会说到其他孩子 那里有被骗了 我希望他们告诉他们 就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他们的用处 就是要对自己更有自信 就是你能够给他们最好报复 就是你比他们更成功 正面而励志的回答 获得全场观众喝彩 主持人艾伦不禁搭她的肩膀 称赞她说得好 小胖最后演唱了最拿手的 惠妮休斯顿名曲 我会永远爱你 清亮的嗓音 让观众感动的流泪 And I hope you have all you dream of And I wish you joy I will always lov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Unbelievable Thank you Unbelievable 小胖也上了另一个脱口秀节目 罗培兹今夜秀 节目由喜剧演员出身的 乔治罗培兹主持 小胖还与演员威廉 薛特纳合唱 全时之心 下了节目 罗培兹送小胖一支酒 和冰淇淋 节目的那个主持人就说 哦 一个神奇的小男孩 对 可能是我外表骗了他 一个神奇的小男孩 From Taiwan 台北 对啊 所以就 哇 很开心 艾伦问你什么问题 艾伦问我什么问题 其实我现在有点放空 我觉得上节目前的 前五分钟超级紧张 可是站到台上就 破出去 就脑袋其实是放空的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唱的怎样 但是就是 就是 依照现场观众的反应来看 应该是还不差 艾伦爱说笑 每集有五百二十万观众收看 罗培兹金夜秀也有一百七十万人 全美国将有七百万观众 听到来自台湾的神奇小男孩 飙唱的天籁美声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东西文组合的导致 东西文组合的导致 感谢观看